這裡了 霹靂小組全部武裝 攻堅一棟透天別墅 衝進大門就看到多名嫌犯在客廳 完全措手不及已被壓制 上上上 小組人員馬上算進二三樓 逐城搜索連衣櫃也不放過 看看有沒有漏網之餘 蕭捨前遠景還架設履梯爬上二樓 來個包抄順利逮捕五名詐欺集團成員 現場查扣了二十二萬七千九百塊的現金 還有辦案用的手機筆電 甚至還有二級毒品大麻安非他命 詐欺集團以一名二十六歲的王姓男子為首 和大陸駭客合作 購買大陸人的個資 轉手賣給其他詐騙集團 從110年9月到現在 總共賣出了百萬筆的個資 獲利近千萬 而他們也就是所謂詐騙集團上游的菜商 不只提供資料給詐騙集團 而且個資準確度相當高 以每一筆人民幣兩元 購買大陸民眾個資 再賺取四到五塊的這個差額 來轉賣牟利 詐欺集團的機房 隱身在花蓮及安鄉 出足民宅 無名嫌犯被一詐騙 阻止犯罪 個資法等罪移送 王姓主嫌 法院最終裁定五十萬塊交保 TVB新聞高志宏 花蓮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 小鈴鐺 小鈴鐺 指封 殺 運 請 請 請